A.S.E.P. 457 Burning Man 研磨 项目等级 Eucaly 潜在Keter 偷送措施 A.S.E.P. 457 需送在5公尺乘5公尺的房间里 房间的四壁 地板和天花板 都要覆盖至少22.9公分 9英寸厚的多种材料复合 10勉水泥 粘住岩板防火层 墙壁上需送一扇 配备了备用挡岩板的防爆观察窗 进入收容间的入口 必须有至少2000颗控温 密闭且在紧急状况下 能完全封死的房间组成 收容在CP-457的房间 必须保持高湿度环境 地板上要安装排水系统 和经常会启动的自动喷水装置 以及备用输水管 其在紧急状况下 能喷出水压达到至少2.1MPA 300PSI的水流 在墙上设置小屋 供SCP-457牺牲 以避免沾上水 但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 以使SCP-457能维持它的形态 所有进入SCP-457房间的人员 都必须身着至少为A级的 控温组燃密封服 三人为一组 两人配备高级挡岩板和备用灭火器 任何人员只能在以下情况 进入SCP-457的房间 为它提供每日的燃料配额 检查维修收容室 或自动喷水装置的损坏状况 若SCP-457抱有提议 企图袭击人员 则以备用灭火器和输水管压制它 直至它撤回它的小屋中 若SCP-457突破收容 被用自动喷水装置会立即启动 基金会人员则将装备上灭火器和挡岩板 描述 从各方面上来说 SCP-457似乎是以由火焰构成的有知觉生命 SCP-457具体构成人未可知 以证实其结构是隐形的 无法被任何一致手段探知 只由其自身所产生的火焰构成形体 如果足够的燃料提供给它 SCP-457通常表现为类人形 SCP-457最基础的形态是一堵火苗 和一根点燃的火柴的火焰大扫三方 在这一形态下 SCP-457只有最简单的能力 与其他火焰并没有多少差别 除了喜欢突然爆闪火苗来烧伤人手 以及跳跃向更易燃的物质 或是其他火焰 并将其同化进自身 随着SCP-457逐步壮大 它能构成的形态越来越多 它的体积越大 获得的燃料越多 它的质力就越高 SCP-457产生智慧的方式人未可知 但当它能够构成人形时 SCP-457通常会保持 由火焰构成的人形形态 已经观察到SCP-457 能够用自身的火焰 在墙壁或其他表面上 烧灼出文字来进行交流 同时它能够利用高温高压空气 以及火焰爆名声说话 但它很少这么做 一旦SCP-457的体积和获得的燃料数量 达到一个未知的预值 它就会分裂为两个新的个体 如此不断 然而SCP-457的个体们 彼此身怀敌意 会想方设法烧毁 或者扑灭其他个体 这一现象在可用的燃料有限的情况下 尤为突出 SCP-457的行为大致上是可以预测的 因为它的目标仅仅是获取更多的燃料 以及不断壮大 SCP-457的危险之处 在于它随着体积不断增长的智力 以及明显的行为学习模仿能力 这使得它会蓄意破坏自动喷水装置 偶尔还会设下比较复杂的陷阱 它也试图哄骗或劝出基金会人员释放它 或给予它更多燃料 鉴于SCP-457独特的构造 可变成的智力水准 不合作的特性 其心里无法以任何人类的思维方式来采策 2007年夏季 的 发生多处野火 最活活熟的SCP-457由此被基金会收容 目前尚不清楚SCP-457的诞生地 以及诞生方式 关于SCP-457是否是其他重大火灾的源头的调查 正在进行当中 附录 博士与SCP-457的谈话记录 你现在能说话吗 很好 你愿意回答几个问题吗 我就当作你默许了 被试用在这 你感觉如何 我们向你提供了足够你宣存的空气和燃料 你的意思是 你无法成长 你有什么感觉 除了饥饿 你还有什么感觉吗 你对人类有何感想 你对于燃料有何感想 请从窗户边走开 否则我们不得不大幅削减你的体积 对于水你做何感想 请从窗边推开 否则我们不得不开启自动喷水装置 你听明白没有 离窗户远一点 就不会对你喷水 你能听懂吗 没有出入的 你能不能 他在干什么 他在找入出 此时ICP45起严重破坏了自动喷水装置 并将向他攻击燃料的燃料喷射器摧毁了一部分 得到了几家轮汽油 谈话记录来自爆炸发生前的安保录影 ICP457能够暂时突破收容 是因为利用了将档燕板固定在墙上的密封机 ICP457如何能够察觉并利用这一弱点尚未可知 自此它被转移到更高安全级别的房间里收容 妇虏2 由于保持ICP457收容状态需要过多资源 目前寻找一个永久的 可再生的燃料来源是首要目标 也有提议包括但不限于 使用ICP1689马铃薯制作的淀粉 使用ICP124 以快速产生生物的燃料来源 有待批准其中的一项或多项提议 以上就是ICP457 简单来说ICP457是具有智力的火焰个体 能借由获得燃料成长复制 火焰越大智力也越高 并且能找出收容设施的弱点加以破坏 文档中提到的另外两个ICP ICP1689是一个装卖马铃薯的麻布袋 ICP1689的内部是一个巨大的一次元空间 经过测量至少1万立方公尺 可能还更大 并且完全装卖马铃薯 在基金会对ICP1689内部的探索中 除了无尽的马铃薯外 他们发现ICP1689内部有像混泥土墙 地板、天花板的结构 除此之外还找到了树和脚踏车 说明似乎有人在此居住 而ICP124是一种泥土 埋在里面的动物、植物会在极短时间内生长到自己的极限 基金会将人类胎儿埋进去后 长出来的生物杀害了6名人员 接着被处决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是不非常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最喜欢的CPU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